女孩在学校大门拉上横幅 横幅上写着触目惊心的大字 学校里藏了个强奸犯 是的 她遭到了侵犯 而受害者 远远不止她一个 同学们开始窃窃私语 她都不害臊的吗 她这反应也太夸张了吧 老师更是扬言 要报警把她抓起来 但女孩 仍旧目光无畏地站在原地 这部西班牙短剧 不再沉默 站在女性受害者的视角 尖锐地说出了 他们最难以启齿的秘密 性骚扰 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 有类似的困扰 相信她一定会带来力量 事情还要从四个月前开始说起 她叫艾玛 曾以一拳打倒校霸 成为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也曾拉张校友们的面 亲手烧掉了学校校服 这些都是她宛如明星一样的 高光时刻 虽然不会经验到 让每个人都记住她 闺蜜纳塔的男友艾伯特 对艾玛没来由的憎恶 总是在背后用难听的话诋毁 而艾玛也总是回应同等的嫌弃 尤其是在艾伯特和纳塔吵架之后 青春期的孩子 总是都为之充满了好奇 纳塔的心渐渐被一个男人吸引 她叫大卫 是纳塔另一个闺蜜 格莱塔的哥哥 为了还清32年的房屋贷款 大卫不得已在地下室里 种植了违禁品 艾玛喜欢望着窗外 幻想着大卫会对她产生同样的爱意 但现实是骨感的 艾玛上课时总是走神 成绩日渐下滑 在评估中有六项考试不达标 这样下去 根本不能顺利毕业 为了让艾玛走上正轨 父母将她禁足一个月并没收手机 只准在家好好学习 但她已经答应了格莱塔 要去参加下周的工业派对 大卫也会在场 父母的命令 还是压抑不了气动的少女心 一周后的夜晚 她画像艳丽的妆容 将枕头叠在一起 伪装成自己早已熟睡 偷偷躲过家人逃出了家门 但很可惜 艾玛错过了临近的班车 下一班的时间 则要短到十分钟以后 偏偏天空不作美 下起暴雨 格莱塔又发来短信不断催促 就在这时 两个不怀好意的男人 将车停在了艾玛身前 艾玛认识他们 在学校里 艾玛的好友之一贺南 经常和这些道商的混混接触 他们绝非善累 而与此同时 母亲发现了艾玛的伪装 发来短信催促她回家 甚至准备交上父亲一起出门寻找 情急之下 艾玛上了他们的车 男人时不时往车后瞟 不断说着亲日的话语 本来说好要将她送到派对现场 却在中途临时换了路线 需要带艾玛去一个更好玩的地方 趁男人停下车 艾玛猛地拉开车门冲了出去 幸好追上了最后一班公交车 格莱塔在终点站等她 恰好母亲的电话打来 格莱塔只好撒谎说 她并没有和艾玛在一起 而两人共同的闺蜜 纳塔 也在结束和艾伯特的约会后 刷到艾玛发的照片才知道 他们去参加派对了 三个人的友情向来是拥挤的 纳塔家里的门禁是12点之前 仅剩的时间还有陪艾伯特 更何况严格的家教 绝对不允许纳塔 去参加任何行事的放纵 每次艾玛和格莱塔的深夜出行 都会扔下她 这种忽视导致纳塔内心深处 生出了度货 艾玛在街上碰见了小时候的玩伴 贝塔 曾经 两人是最好的朋友 却因为发生某些难以启齿的事 贝塔不得不接受为期三年的心理治疗 艾玛刻意疏远了贝塔 尽管她三番四次要求和艾玛谈谈 可艾玛就是不接她的电话 也不回短信 彼此见面 每次都只剩尴尬 她是在逃避着什么 在大卫的帮助下 艾玛和格莱塔混进了派对 迷幻的灯光刺激着人的感官 她忍不住要去舞台上大显身手 有人看着落单的艾玛窃窃私语 这样她浑身都极其不自在 格莱塔曾用她尽快和大卫表白 可在靠近时 大卫下也是后退的一步 让艾玛明白了她的心意 表白背剧 通常都会靠酒精来麻痹 艾玛也不例外 她在吧台上一杯一杯灌追自己 可另一边 无功而返的父母落寞地看着窗外 从艾玛出生那天开始 他们就付出了全部的宠爱 可正直叛逆期的艾玛 根本不在乎家人的感受 当着年幼的弟弟和父母大声嘲嚷 唯一正常的交流 就是要钱 要买东西 一味地索取 在远离 酒吧内 穿着恶意的男人靠近了艾玛 在这危险的地段 满身酒气的她逐渐脱离了理智的掌控 酒吧摇了摇头 却也见怪不怪 没有阻止 好在格莱塔及时发现了危险 吓退了逼近艾玛的狼裙 她让艾玛去酒吧门外透气 却发现两人来世的外套落在了里面 就是她转身离开的时候 一个身影出现在艾玛面前 对她伸出了手 当格莱塔取了外套 带着大卫要找艾玛道歉 却发现她不见了 男人将周围的街巷找了个遍 就是没见到艾玛 打电话不接 发短信不回 一直等到天亮 人群都已经散去 格莱塔才想到通知艾玛的父母 并说出了所有事情经过 父母一夜未眠 父亲望着发出去 扬扬要教训艾玛的短信 想了想 还是默默撤回 他们现在只有一个心愿 祈求艾玛能平安走进家门 就在这时 艾玛已经踏上了回家的路 她捂着肩膀 跌跌撞撞朝前走 母亲在见到她的第一眼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却也忍不住质问 这个夜晚她到底去了哪 艾玛满脑子回想的 都是那段残忍的经历 可还是嘴硬撒谎 说喝醉了酒就迷路了 迷迷糊糊睡着后 直到天亮才醒来 父母咄咄逼人的话 让她崩溃 她又开始大喊大叫 却被父亲一巴掌扇倒在地 艾玛委屈地蜷缩在卧室里 回散不去的是昨天的阴影 弟弟读懂了她的委屈 走进来轻轻抱住她 无声地安慰着 艾玛在家休养了 整整一个月才去学校 同学们看着她窃窃私语 甚至还有人无嘴偷笑 原来是有人上船了 她久最后在派对舞台上 丢人的一幕 纳塔更是没有帮她说话 和艾伯特一起嘲讽 她是派对动物 艾玛和纳塔撕破了脸 但下课后 纳塔又主动找她道歉 纳塔根本不在乎什么派对 反正父母也不会允许她去 她更心痛的是 艾玛和格莱塔的无事 让她在这段友情里 就像个小丑 可就算上次她被两人扔下 在艾玛母亲打了电话时 纳塔还是替她隐瞒了下来 而艾玛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她紧紧拥抱着纳塔 真正地道歉 然而纳塔放下了心中的芥蒂 艾玛一闲下来 就会想到那个夜晚 残忍的经历让她感觉 身上有千万只蚂蚁嗜咬 她不断抓紧着皮肤 直到困难成伤口 母亲为她擦拭药膏 并承诺只要艾玛专注学习 帮忙做家务 就能解除周六日的门禁 她又可以和格莱塔见面了 格莱塔问起那天夜里 艾玛到底去了哪 虽然她还是用着老一套说辞 但艾玛和格莱塔 有着十来年的友情 即使当年因为学校不同而分开 他们每周人会约着一起出行 长期的了解 早就让彼此心意相通 艾玛闪怒的眼神 骗不了她 格莱塔在电脑里看见 有人上传来派对当天的照片 其中有几张刚好拍到了艾玛 她赶紧联系发帖人 询问有没有其他的照片 还一遍又一遍问参加派对的人 有没有注意到艾玛 总算有了答案 是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人带走了她 那个人的背影 异常严肃 父亲为杀了艾玛一巴掌的举动 向母亲道歉 可母亲却说 她应该道歉的对象是艾玛 父亲一直奉行着严厉管教 认为要让艾玛学乖 就得跟她锁在屋里 母亲只反对夜景 认为逼得太紧反而会适得其反 艾玛听不见两人的争吵 不管是在家 在学校 或是在听纳塔讲她和艾伯特 甜蜜约会的时候 都是心不在意 满脑子充斥着那天夜里的画面 格莱塔参加了性侵互助会 想要了解艾玛在初始后 会产生的心理创伤 她给艾玛发去短信 说自己一直会陪伴在身边 而纳塔也察觉到 艾玛在派对之后的异常 没有多问 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在艾玛禁足时 贝塔亲自登门拜访 她带来两人多年前的合照 这张合照一直被她珍藏 随身携带 两人谈及一起经历的美好时光 又聊到贝塔自从在经历了一件事后 不断酗酒 甚至伤害自己 直到现在都还需要心理医生的疏导 可那件事到底是什么 贝塔始终闭口不谈 她只说 周围没有任何人能帮她 格莱塔给艾玛写了一封信 当年他们因为学校被迫分开 那种感觉就好像自己的手臂 硬生生被扯了下来 而分离的可怕之处 就是在于即使知道 朋友遇见了不开心的事 也无法陪在她的身边 可艾玛如果不愿意说也没关系 好的朋友会一直陪着她 爱着她 收到信件的艾玛 向母亲要来自己的手机 格莱塔发了很多短信 即使一直都没收到艾玛的回复 艾玛笑了 封闭的内心终于慢慢敞开 可就在她打开社交软件后 却发现有个陌生人发来照片 竟然是那天夜里艾玛熟睡的侧眼 发来短信的人 又是不是那天带走她的人呢 艾玛走出门透气时 看见仓库里放着儿时最爱的漫画 记得父亲总是抱着她在怀里 一遍遍不厌其烦地重复着 那时艾玛每想起一次 都忍不住微笑的时刻 可现在父亲去嫌他们占地方 要整进垃圾厂 或许 大人不在恼怒孩子不听话 就像拼了一个人的时候 却忘了孩子真实的东西 再一次次被他们忽略 也忘了尊重和爱本该是相互的 但好的家庭 总能及时补救到孩子脆弱的情绪 在第二天午餐时分 父亲亲自向艾玛道歉 他那一厢漫画读物 以及小时候珍贵的回忆 都会被珍藏在家里 和每个成员的心里 那才的感情出了问题 本来今天是情人节 他画像精致的妆容 满心欢喜和艾玛特约会 可对方显然没有在意他的感受 紧拉着他去胡鹏哥 又家里打游戏 那些人看着纳塔 低声说着什么 他只好紧了紧身上的外套 怒气冲冲拴满而出 纳塔和艾玛特之间出了问题 而修复感情的调和剂 但是需要新鲜感 某个夜里 他去邻居家里接弟弟回家 刚好听见邻居说 周末要出门旅游 挖着诺大的房子 他突然在心里酝酿了一个主意 等到了周末 纳塔和艾玛特一起翻墙留进邻居家里 衣帽间里挂着很多成熟男人的衣服 艾玛特穿着衣服做了丰盛的晚餐 纳塔度过了一次真正的二人世界 临走时 还不忘打碎邻居家里的花瓶 将鹅绒枕头撒得满屋都是 狠狠破坏一番 装成是有人入室捣乱 他出生在上流社会 条条框框束缚了他的自由 也禁锅了他的灵魂 冲破之故使他享受到无法言说的快乐 却没想到 事情即将走向失控 平常的一天 刚拿回手机的艾玛在社交平台上 收到匿名人发了他的不雅照 而贺南和几个男生 还在看着他说笑 长久压抑的情绪在这一刻爆发 他怒气冲冲找到贺南质问 可对方迷茫的表情似乎说明 是艾玛讳错了意 几乎每天 艾玛都会收到匿名人的照片 他越来越不安 总是魂不守舍 上课时也无法完全投入 老师察觉到艾玛的异常 主动和他谈心 还带来一个好消息 艾玛已经通过了好几门成绩评估 他将照片的事抛住脑后 和家人一起庆祝弟弟的生日派对 格莱塔也说要前来参加 还给艾玛分享了新的恋情 一周前 格莱塔在商店里见到了一个女人 她叫阿玛 大概30岁左右 留着短发 格莱塔这才明白何谓一见亲心 接下来几天 他都会去同一家商店逗留 只期盼再和艾玛见一面 时间久了 阿玛也将格莱塔当作好友 经常开车接送他上学回家 为了和对方更加亲密 格莱塔总是会在艾玛的家里和他独处 在艾玛被禁足的日子里 艾玛也是他消遣时间的良方 可格莱塔始终没想过一个问题 艾玛的接近 是否利用目的 艾玛的生活就没那么快了 思考很久 他还是决定向格莱塔坦白 事情还有从派对那晚 格莱塔回酒吧拿外套后开始说起 那个出现在艾玛身边 向他伸出手的男人 其实是艾玛的好友 贺南 艾玛从宿醉后醒来才明白发生了什么 本来想将所有事都埋藏在心底 但最近却频繁收到不雅照 有了格莱塔的陪伴 艾玛果子用气质问贺南 可对方却否认了 还说当天艾玛没有拒绝 他以为彼此是朋友 才会带艾玛回家 可是 即便艾玛没有拒绝 却没有答应 如果是真正的朋友 他要做的应该是送艾玛安全到家 而不是在对方神志不清 意识模糊的时候趁人之危 但现在的问题是 贺南否认的照片是他拍的 那么除了他 现场还有谁 时间又过去一个月 母亲在家里准备游行要用的横幅 他所在的社团 准备在三八妇女节时 为女性争取平等权益 艾玛深受母亲的影响 还在腰间纹了女性酒意的纹身 可很多人都对此嗤之以鼻 认为这种游行没有半点意义 都是女人索取的太多了 艾玛突然怼了反对游行的几个男生 却因此被记恨 放学后那些人将他拦下 威胁说如果艾玛再得责 就让他知道什么叫残忍 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骚扰 艾玛想报警 那他却觉得大惊小怪 他又没受到任何实质型的伤害 哪算得上什么受害者 艾玛心情郁闷 独自去了咖啡馆 巧合般遇上了大胃 自从派对那天 艾玛被拒绝后 他一直都在躲着对方 那个夜晚是他人生中最受挫的时刻 可能再过几年 他想起来会一笑了之 可至少现在 要努力学会忘记 但艾玛没想到 大卫已经主动告白 其实他一直都亲信于艾玛 只不过最近在计划自由世界 他担心开始新的恋情后 就会有牵挂 阻挡他迈向远方的脚步 可人生在世 即使行了 再美好的梦想 也比不上当下的快乐 两个互相奔赴的人决定 在大卫走之前 开启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 艾玛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格莱他比他还要高兴 鼓励艾玛大胆爱 如果大卫敢欺负他 一定会替他好好教训对方 这些天来 艾玛在好友和家人的爱护中 渐渐退去了保护课 也终于鼓起勇气告诉母亲 派对那天 他去了贺南的家 因为喝了很多酒 再加上刚被大卫拒绝的懊恼 他想用移情别人的方式来报复 刚走进贺南的家 艾玛就后悔了 却因为害怕尴尬而没有叫停 但母亲告诉他 勇敢的人才有机会享受世界 下次再遇到这种事 直接说 我不想再继续了 如果对方会感到失望或不悦 那是他们的问题 艾玛从母亲的安慰里得到了启发 他帮忙描好父女节游行要用的横幅 母女俩紧紧相拥 彼此的嫌隙 也终于解开 就在节日当天 艾玛要提前见格莱他一面 和母亲约好七点游行时准时见面 原因是格莱他为了帮大卫转手违禁品 和常年在学校徘徊的几个混合来往密切 他们查到格莱他跟一个警察有联系 而那个警察 正是阿梅 难道最开始阿梅接近格莱他 是因为知道他家地下室的秘密 格莱他不敢多想 还要赶紧回家通知大卫 送走格莱他后 艾玛错过了和母亲约定的时间 他着急奔往目的地 却没有注意到急驰而来的车 手机铃声响了很多遍 母亲焦急地等待着 而艾玛彻底昏死过去 今天注定不太平 早在几个小时前 纳塔又打探到一户住在郊区的人家外出 一整晚都不会回家 他和艾伯特估计重施 又一次潜伏进去 可他怎么都没想到 艾伯特竟然叫来狐朋狗友一起开派对 他们甚至在两人度过二人时光时 偷溜进来拿手机一顿拍 而艾伯特竟躲在一旁 任由几人靠近纳塔 松得不敢吱声 关键时刻 窗外警铃大作 是邻居察觉到有人入室提前报了警 纳塔来不及换下女主人的外套 慌慌张着跑了出去 他终于看清艾伯特的真实面目 什么爱情 有的情侣总是在人前 扮演着神仙眷侣不离不弃 潮清了就会发现 只不过是虚与威夷 包开那里早已是一片狼藉 格莱塔将阿梅的事告诉了大卫 也将人连夜将地下室的罪证清理干净 但这说不定是个契机 钱 有很多方法可以证 人生毁了 可就什么都没了 爱马掩掩一息 被抬进了医院 庆幸他只是受了一些皮外伤 已经没什么大碍 父亲要照顾弟弟 赶来看了爱马一眼 便匆匆回了家 几个小时后 病房又推进来另一位患者 他的声音很熟悉 是贝塔 两人交换了彼此专案的经历 而贝塔 则是在家里服用了整整一百颗药物 他的心理创伤一直没有愈合 父母无休止地争吵 共是让他对世界失去了希望 每当去朋友家 贝塔都会从他们的抽屉里偷药 总共凑了两百来颗 今天父母要去拜访亲友 贝塔带着微笑送走他们 没有人察觉到 他的笑 是临近解脱时的轻松 贝塔最后一次抚摸了爱情 说了很多话 他仰头 准备去往另一个世界 却在中途晕倒 家人迟早回家 才有机会将他送去医院 度过危机 这样的事情 贝塔不是第一次做了 一切都是他遭到侵犯时开始的 而那个人 爱妈也认识 正是平日里看着慈眉善目的老师 因为父母总是争吵 贝塔从来不喜欢待在家里 老师是第一个注意到贝塔异常的人 他可以接近 用温柔和理解一步步引导 让贝塔将他视作救命稻草 意外 就这样发生了 贝塔本想忍气吞声 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事情哪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他的把柄被握在手里 只能一次接一次牺牲自我 他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因为他害怕没有人会相信 或是反过来指责他才是过错方 即便后来加害者将目标换成了其他人 可受害者内心的某个角落 早就崩坏了 就此 贝塔患上了严重的抑郁 这个夜晚 爱马做了一个噩梦 贝塔突然贴近他说着 明明那时你也在场 爱马大口喘着粗气 在惊恐中醒来 那时 贝塔已经离开了医院 其实 这就是爱马可以疏远贝塔的原因 三年前 一楼的洗手间经常维修 爱马上楼借用老师的洗手间 恰好撞见老师正威胁贝塔 却是视眼睁睁看着 没有阻止 之后 爱马和贝塔分到不同学校 对他的歉意也就埋藏在心底 不肯去面对 好友的伤疤血淋淋地挖了出来 也唤醒了爱马的良知 她哭着向母亲 坦白了自己当年的懦弱 认为贝塔活不下去的原因 就是自己对她不够好 在她受伤后 没有及时给予帮助 爱马让母亲 剃掉脑袋一侧的头发 她要让整个伤口都露出来 受伤而已 每个人都会受伤 没有什么可耻的 纳塔的母亲发现了 她藏起来的外套 讲起新闻通报里说 入室的歹徒 偷走了女主人的衣服 自然而然明白是纳塔所为 考虑到自家上流社会的身份 父母没有考虑报警 却也断了她的零花钱作为惩罚 周末也不允许她出门约会 爱马劝纳塔报警 虽然那些护蓬狗又没得逞 但他们已经产生了意图 如果不是警察及时赶到 接下来发生的事不堪设想 可纳塔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她害怕人们会反过来 指责她不要脸 毕竟之前就有女孩 因为类似的案件报警 却没有一个人相信她 如果报警 被定在屈辱柱上的不是加害者 反而是受害者 爱马和大卫开启了初次约会 健康的恋爱 身体碰触绝非第一要力 他们在山丘上小作 爱马给她看了脑袋上的伤口 以后或许会留下蜿蜒丑陋的疤痕 但敢于直面伤痛的勇气 比一个人的外表更重要 这些日子以来 格雷塔躲在家里 连阿梅的信息都不敢回 但有的是总该做个了断 哪怕只是问个明白 于是 当天也离太悟去了阿梅的家 两人促膝常谈 才知道阿梅去年就被检测出癌症 命不久矣 她一直都很消沉 直到前些日子 在商店里碰见格雷塔 她感觉到生活有了变化 从那之后又鬼使神差 搬在商店游道 只希望能再见到她一眼 并且 她是警察没错 却不是缉毒警察 大卫做的事情不归她管 所以说两人的相遇和相知是天注定 也是互相倾诉 根本不是处心积虑的预谋 爱马的心发行又一次成了学校的焦点 人们将她称为围巾女战神 抢着要看她的伤口 也是在这一天 爱马又收到一张不雅招和附带留言 讽刺她和她的发型一样烂 谁也没想到 长久以来骚扰她的人 竟然是艾伯特 爱马鼓起勇气去了贝塔的家 主动向她坦诚三年前的错误 可贝塔反过来安慰爱马 当时她也只是个被吓坏的小姑娘 即使站出来揭发 也会因为没有足够证据 眼睁睁看着老师黯然无恙被释放 时间已经过去三年 即使两个女孩现在想要举报 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 再提一遍 如果被别人误解 反而会加重贝塔的心理创伤 逼她重新回想起那一年的每一天 爱马本想顺着贝塔的意思 替她保守秘密 可每当看见老师维斯卡 又在用同样的手段 去引用那些无辜的猎物 她就恨不得将其扒皮拆骨 当地曾有两个女孩举报过情害事件 可仅有短短几天 他们就从受害者沦为别人口中的小丑 个人信息在社交媒体上被曝光 私生活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还有人去他们家里放火 逼他们背井离乡 其中一个女孩致力于反抗侵害 以及克服无法痊愈的抑郁症 在她23岁时 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爱马根据犯罪心理学 研究了维斯卡的社交账号 以致她日常的行为举止 断定她是一个惯犯 三年来 说不定还有其他女孩遭到她的迫害 爱马却说被她一起合作 幸运的话 说不定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尽管成功的机会渺茫 但总得试试 两人创建了一个虚拟账号 声称是被侵害的受害者 拍摄了一张看不到正脸的照片 配文写着 那是她遭侵害之前的天真笑容 之后又伪造了假伤痕 痛斥加害者对她造成的伤害 帖子仅发出去一天时间 就生活了4000多粉丝 不列计划简然有序地进行 爱马无时无刻不再盯着维斯卡 也发现了她的新目标 一个扎着辫子的女孩 期间 闺蜜三人又去了酒吧 纳塔再三承诺 绝对会和爱博特划清界限 可母亲并不同意她们分手 因为爱博特是优秀的棒球选手 又有很好的家世 和她在一起会给家庭锦上添花 即使爱博特犯过错也没关系 作为女人有时候就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生活就是这样 比起全盘舍弃 更聪明的做法是忘记不愉快 并从中获取实际的利益 纳塔静静听着 观点也悄悄发生了改变 而爱博特也向纳塔真诚道歉 甚至突然转信 变得浪漫 时不时就献上一朵玫瑰 纳塔的心再次沦陷 她忍不住和爱博特约会 对方深情款款 说自己的心里满是歉意 说纳塔是她最挨爱的女孩 再三保证不会再犯 可她却没有坦白 她是担心留下犯罪记录后 无法去加拿大留学 所以才想暂时稳住纳塔罢了 等爱玛秀了学校 看见纳塔和爱博特又开始有说有笑 不禁怒火腾气 你看 这像不像你分手了八百回的好闺蜜 纳塔听不见爱玛的钟言 两人大吵一架 曾经最好的朋友 如今却因为一个爱博特 面临着友情魄力的处境 纳塔才十九岁 却变得和她母亲越来越像 只会用大人权衡利弊的方式谈恋爱 对方还是个不值得的渣男 就连贺南都看出来她配不上纳塔 或许这就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贺南真诚地给爱玛道歉 不久前她参加了一个心理护诅会 明白好友之间需要的是尊重 而不是趁人之危 两人聊了很久 彼此的不愉快烟消云散 纳塔收下爱博特送的钻戒 还冲进着毕业后的婚礼 以及蜜月旅行 爱博特趁机挑拨她和爱玛的关系 说爱玛根本不配有纳塔这样优秀的闺蜜 比起情路上越走越偏的纳塔 爱玛却日渐清醒 大卫邀请她和自己一起环球旅行 换住两个月前 哪怕是躲在对方的行李箱里 她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 可现在爱玛却拒绝了 因为她清楚 环球旅行是大卫的梦想 但她终将踏上属于自己的旅程 爱玛的变化引起了维斯卡的注意 她开始有意无意制造肢体接触 关心爱玛的生活 还提出要给爱玛补习 每周两次 就在学校的教室或者办公室里 贝塔突然情绪激动 她担心爱玛见了维斯卡的陷阱 也会落得和她现在一样的下场 爱玛只能先安抚好失控的贝塔 但她实在无法放任维斯卡继续作恶 在某个星期五 学校请勾了学友学生之后 爱玛打开手机录音放到一边 静静等待维斯卡上钩 然而 她是一个极其冷静的猎物 这次见面不仅没留下任何把柄 还叫来另一位女老师 和她一起给爱玛补习 与此同时 爱玛的生活又发生了危机 她曾和两个闺蜜拍摄的性感照片 被匿名发到了网上 有人戳着爱玛的脊梁骨指指点点 有人在镜子上写满不堪入目的话语 还有人当面挑衅 被爱玛狠狠收拾一番 而她即将面临停学三天的重发 那些照片都是纳塔给她拍的 而发布照片的人 就是好几次给爱玛发布雅照的匿名人 她很快猜到是纳塔将照片发给了艾伯特 而艾伯特 也正是那个匿名人 和纳塔决裂之前 爱玛将所有事情坦白 让她能更看清楚整边人的真面目 三天后 艾马继续不列行动 她一有时间就会去办公室找维斯卡 可维斯卡表现得毫无破绽 反而耐心地开导艾马 见读她全身心投入到学业中 完全没有过任何越界的举动 这也让艾马怀疑 贝塔是否真的经历了那些可怕的事 她忍不住将疑问问出口 却狠狠伤害了贝塔的心 好不容易敞开兴风却又被怀疑 贝塔的心灵创伤加剧 在公交车上大喊大叫 叫人家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人 艾马想要安慰她 可已经太晚了 贝塔一把将艾马推倒在地 义无反顾扑下了车流之中 地球照常转动 贝塔的死没有在世界激起一丝波澜 只有艾马会记得她临死前的崩溃 与此同时 两人的社交罩号增添了不少订阅者 人们都在猜测被侵害的女孩是谁 他们认出拍摄照片的地点是学校洗手间 董事会紧急召开会议 商量解决方法 而纳塔认出来 照片里有一件衣服是艾马自己画的 账号的主任就是她 检方传话艾马 留纪了事情的蓝龙去脉 可负责案件的阿美却告诉她 贝塔生前有精神问题一直在接受治疗 但警方无法证实 她的病和受到的侵害有联系 因为贝塔在小时候 就被诊断出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 三年前 贝塔也举报过维斯卡 可没有任何证据 在她之前也没有其他人指控维斯卡 调查过后判定侵害并未发生 最终以贝塔撤诉结束 警方无能为力 难道真的闹了个乌龙 事情曝光后 社交平台有很多人留言 主则艾马是个骗子 格莱塔也说贝塔精神不太正常 可能是发病时出现了幻觉 艾马本来想找维斯卡谈谈 为自己的误解向她道歉 可刚要走上二楼 就看见那个扎辫子的女孩 望着办公室的门瑟瑟发抖 甚至吓得尿肉裤子 第六感告诉她 贝塔和维斯卡的事绝不是误会 艾马将这次的发现告诉父母 他们支持艾马为女孩们讨回公道 在母亲的帮助下 艾马在横幅上写好标语 父亲看着认真的她 仿佛又想起了小时候 和艾马一起摔跤时 她倔强 永不服输的模样 父亲第一次对艾马说出心里话 有艾马这样的女儿 她非常自豪 即使这次的行动失败也没关系 艾马可以退学 重新找一所学校 不找也没关系 按她想走的路走下去就好 哪怕她想沉船出海 只要告诉家人 该去哪个码头送别就好 即个夜晚 艾马难以入眠 一直到天亮后 她看了看和贝塔的合照 有父亲送她赶赴战场 艾马戴着耳机 听着战歌 一步步 像个慷慨复死的女战士 她将横幅挂在学校大门上 静静等待暴风雨的到来 上面写着 小心 这里藏了个强奸犯 同学们惊爱于她的夸张表演 对着她窃窃私语 有震惊 有不解 却在看到她那精硬的眼神后 产生了佩服 第一个被触动的 是扎辫子的女汉 她勇敢地走出教室 和艾马热情拥抱 艾马发布了维斯卡的照片 同学们打开社交平台 纷纷对维斯卡流露出不信任 收到消息的格莱塔敲课赶来 坚定选择陪在艾马身边 接着 越来越多的人被她的勇气折服 义无反顾地站在她的身后 教导主任想威胁艾马 可教室里涌出了更多的身影 他们都是来为艾马撑腰的 那她也是 十几年的友谊并不是塑料薄膜 她在最后时刻告别了渣男 充实害艾马的友情 以及对她的无条件信任 接到报案的警方赶来 在教导主任报警之前 就有一个女孩找到警局 揭发了维斯卡 她最终还是为自己的 仇恶行径付出了代价 这里有一个bug 明明是贺南带走的艾马 可照片为何会落到艾伯特手里 便却没有交代清楚 因为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我她都有可能是受害者 为随 不代表没有产生伤害 受害者不完美 也不是她可以被伤害的理由 遭到性骚扰并不可耻 可耻的是那些明知过犯的加害者 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发声 受害者们往往需要重新扒开伤口 而等待他们的 有时候可能是恶意的揣测 很多时候 他们就像贝塔一样 没有人相信 更没有人支持 或许多年以后 罪犯会被绳之以法 伤痛也会渐渐淡忘 然而内心深处 他们仍需要理解和倾听 勇敢站出来 是因为担心刚好就缺少我一个 而那些迫害他人的加害者 一个也不能多